一架F-18大黄蜂在执行侦查任务时 被突如其来的萨姆导弹击撞 战机瞬间被拦腰截断 好在两名飞行人员在飞机坠落的前几秒及时弹射出去 当马克成功降落后不久 却发现同伴早已被反叛军抓获 而且此时反叛军首领已经盘问了同伴多个问题 不过同伴一直一言不法 首领知道在他这里应该得不到什么情况 于是起身拍了一下旁边的小沙 接着其他人员默契地开始离开现场 随后小沙一把将同伴扶起 走过去捡起掉落的头盔 此时的一切正被丛林内的马克看得一清二楚 突然小沙直接一瞧 这把马克吓得不受控制的大几 叫声很快引起了小沙的主 他立马转头朝着丛林方向看去 没想到还真让他发现了马克 他马上叫住所有人 大喊着丛林内还有一名飞行人员 让所有人朝着山上的丛林开火 在反叛军的重火力反射前 马克只能向前不停地奔跑 靠着自己灵活地走 一次又一次躲过子弹的袭击 此时他心中只剩一个想法 就是快点回家 无论反叛军如何疯狂清洁 山上地形如何不好 他奔跑的速度丝毫没有解慢的意思 最终在半小时不停地狂奔后 他暂时甩掉了反叛军 爬到了一处山顶通过多次尝试 终于与卡尔文森号的舰长取得联系 马克表示同伴已被反叛军处决 现在自己正被大批反叛军追捕 舰长让马克暂时保持冷静 自己现在正在处理 然后问上尉救援队是否准备好 听到这样的回答后 舰长让马克前往到地图上的第二个接应 救援队会在那里等他 马克确认地点后马上出发 又一次奔跑在丛林中 此时反叛军小沙已经组织了大批武装力量 开始上山地毯时搜索 而卡尔文森号上的救援队早已开始做救援计划 和装备各种武器弹药 不过这一幕刚好被北约指挥官看到 他立刻找到了舰长 让他马上取消行动 因为这次F-18是私自闯入禁飞区 反叛军刚好趁此机会击落F-18 他们目的就是借此次事件阻止色族人签署拨黑和平协议 北约指挥官觉得如果飞行员身处险地 那他自己应该有能力前往安全区 因为每位飞行员都受过训练 最后舰长出于政治考虑暂时取消了行动 红林这边正有大批武装人员向着马克逃跑方向低紧 而这时的马克经过不停的奔跑 终于到达了第二个接应地 他立刻联系了舰长 舰长却让他前往第三处安全地 刚开始马克还以为自己听错 因为第三处安全地点离马克大概有四至五天的路程 最后舰长按照北约指挥官的话重新和马克说了一言 然而就在这时 大批反叛军已经来到了马克的附近 还没有等舰长说完 他立马关掉无线电开始继续逃离 突然断开连线让舰长他们觉得马克可能正受到威胁 于是他们立刻前往卫星通信 通信员通过黑入他国的卫星 很快就锁定了马克 此时马克身后正有大批反叛军正在向他逼近 马克只能拼命地向着前方奔跑 就在他奔跑的过程中 突然一处大坑让马克直接冲了下去 看着屏幕中趴在地下的马克 他们还以为是马克被击中 但没过多久屏幕中出现几十名反叛军向着马克靠近 他们此时都希望马克能站起来继续跑 殊不知马克掉落到了一处乱葬坑 而这处乱葬坑正是不久前 这群反叛军将一车的无辜百姓全部射杀之地 当他们再次看到这些尸体时 脸上看不到丝毫的回忆 反而是再次进入乱葬坑 开始用刺刀查找马克的踪迹 舰长他们看着屏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过多久 他们就见到反叛军开始撤离 这把在场的所有人整得一领懵 就在他们盯着屏幕看时 一具尸体突然被掀开 原来是马克躲入到尸体下方 这才没被他们发现 他爬出来后继续开始向前奔跑 这下把他们高兴坏了 就在这时屏幕突然失去了信号